主料,鸡蛋一个,普量,大酱,葱花15克,水二勺,豆油一勺,虾皮一勺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大酱一袋,把大酱倒入碗中,把大酱用温水调均,多少甜蛋,按自己的口味,鸡蛋打入调好的西大酱里面,放入葱花,豆油,虾皮,上锅蒸12分钟即可,蒸好的大酱,特好吃, 烹饭技巧,能吃辣的可以放辣腰,也可以放肖酱,我这今天没有肖酱了,所以旧美宝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